五十年代珍贵老照片 土五欢度春节 土九胡适回台 最后一张经典五十年代学芭蕾舞学院学员珍贵老照片 甜美的笑容 青春的面庞 令人惊艳 一九五八年 黑龙江哈尔滨 农业合作社会计的珍贵老照片 灿烂的笑容 极具感染力 五十年代珍贵的老照片 图为人们等车的场景 天很冷 但是话语可以暖人心 相处融洽 一九五七年 北京红十字女青年的珍贵老照片 笑容灿烂 不禁让人心生欢喜 五十年代百姓欢度春节的场景 一家和和木暮一起吃年饭 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感 年味十足 一九五五年 江苏南京街头三轮车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灿烂的笑容 五十年代珍贵的老照片 那时候可以上学是极为难得的事情 学者都会在特余时间 巩固知识点 一九五七年 北京的年轻人 在东长安街的林荫道上晨跑 难得一见 一九五二年 胡适博士从美国回到台湾 受到台湾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新月之情一余言表 五十年代珍贵的老照片 几位小学生正在剪刀梗 消灭名虫害 一九五一年 毛泽东和女儿李呢 正在观赏荷花 温情的瞬间 令人被感情泄注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